不说不代表没做 有人训练一次发好几个视频 而柯冉却跟着国外教练 每天挥汗如雨 默默训练 面对最近网络上众多的质疑声 柯冉不急不躁 潜心训练 这也符合老大哥周凯恒的一贯作风 不要受外界的影响 努力做好自己 不得不说柯冉在巨龙先生的带领下 真的变化了很多 就拿这张对比图来看 大家就能看出 现在的柯冉有多自律了吗 相比于之前 柯冉的眼睛更有神了 而且脸型也变瘦了 竞技神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看来自律真的是最好的武器 养伤期间 我放松玩游戏 你们就说我堕落 现在我伤好了 回归自律的生活 努力训练总有一天 会让你们看到 曾经那个巅峰的我 可以看出 认真训练的柯冉非常专注 在长时间没有打比赛的情况下 教练现在以训练柯冉的腿部力量 和身体平衡 来慢慢让柯冉找到节奏 就算你现在已经赋美了 那又能怎样 等我康复完成后 赋美也只是时间问题 柯冉与他的老大哥周凯恒 齐心协力 众志成城 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总之 经历过大伤的柯冉 已经从伤病的阴影下走了出来 再次展现他灵动的天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